桃园市空污污问题严重 环保局不定期实施机车蓝检控管移动污染源排放量 涂海宝局提供分享 桃园市近年来饱受空污之苦 环保局统计污染源冠军为移动污染源及一般用气机车 第二名则为工业排放 现有法令无法强制民众将就机车改换电动机车 环保局寄出空污基金一亿3900万元 判吸引民众改换电动机车从源头解决空污污问题 环保局空气品质保护科长苏正生表示 目前涉及桃园市的二行程机车有7万辆左右 持续使用中的有6万多辆二行程机车下午2 5排放量将近1620维克 必符合环保标准的四行程机车排放量多出将近50倍 苏正生指出二行程机车车主多约50岁以上 认为检验合格 还可其 不愿换叫海宝新车 因此桃园市今年投入1亿3900万元的空污基金 补助态换二行程机车等旧车换电动车 创立年新高 派民众改用电动机车减少下午2 5排放 不过去年度桃园市燃油机车年增率1 2% 今年度截至10月底燃油机车年增率1 5%等于增加0 3% 苏正生分析燃油机车不减反增 因目前车厂生产5骑机车期限紧到今年底 明年1月1日开始只能生产6骑机车 故意就换新货物税减免降价轻 库存造成燃油车增加短期现象